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Elle's show 大家好,今天我們來幹什麼呢? 今天就來說一下 可能是你平時見到一些縮寫 你會覺得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那今天我就來和大家上一課 對了,我不是專業的 如果說的不是那麼好也請大家見諒 第一個 Lol是什麼意思? Lol是什麼意思? 平時呢,跟朋友打字聊天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都會用到Lol這個字 至少我會用到很多 那其實Lol是什麼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 笑很大聲 就是說笑很大聲 因為很多時候打字的時候 你並不知道你的朋友 或者說你朋友不知道 你說這句話的情感是什麼樣子 有時候你可能是開一個冷玩笑 但是你沒有說清楚你在開冷玩笑 那打出來人家就會覺得 你是不是真的嘲笑他 那大家就會有點傷感情了 那你在最後寫上 Lol laughing out loud 意思就是說 我是在開玩笑 或者說 你專門說了一個什麼事情 覺得特別好笑 或者你看到你朋友寫的東西 你覺得很好笑 都可以用這個簡單的三個字母來表示 laughing out loud 笑得很大聲 我現在大笑 哈哈哈哈 然後舉例來說 比如說 我在朋友的Facebook上面看到 他寫了一句話說 我剛剛走路 不小心走啊走啊 突然踩到一坨石 那我就可能馬上留言說 Lol 就是哈哈哈哈 我現在在笑得很大聲 因為你竟然踩到一坨石 太不好踩了吧 就是Lol laughing out loud Lol laughing out loud 第二個比較簡單的 大家可能用的和看到的 也會很多的就是 OMG 這個很簡單 就是 OMG 就是我的天啊 我的上帝啊 這個就是基本上 你用來表示自己特別的驚嘆 竟然發生了這個事情 或者說 你看到什麼 或者聽到什麼 什麼都可以用來表示 或者 其實就是什麼都可以用來表 就跟你說 天啊怎麼會這樣啊 或者說 天啊我竟然中獎了 或者說 天啊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或者 天啊我不見了東西 就是都可以用 OMG OMG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I lost my wallet 不見了錢包 Oh my god 可以說 Oh my god I just won the lottery I just won the lottery talk to you later 就是說 我一會兒再跟你說啦 我要我現在有事 我要先走了 TTYL也可以 或者說 TTYS都可以 要不就是 talk to you later talk to you soon 因為you其實 你知道大家簡單的時候 就會把單字母的you代替you 就是你的意思 所以快速寫的時候 大家很多時候都會說 talk to you later 那個you就是變成了單字母you 但是如果你想比較正式一點 就是可以把這個you 還是用y來寫 就是那個you的第一個字母 或者talk to you soon 就是把l換成s這樣子 那今天教了三個這個縮減的英文單字的意思 你們學到了嗎 下次再教你們囉 嗚嗚